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誠實桃海人的負責人 趙爽義來接受專訪 爽義你好 主持人你好 爽義你當初是什麼樣的想法 想要自己出來創業成立誠實桃海人這個品牌 因為我們家本來就是做菜市場 就是做這個海鮮的部分 所以要等於說從小在家裡幫忙 本來就想要 就是自己也想要做這個生意 大概是這樣 是 自己也想做生意 所以你是自己成立誠實桃海人這個品牌 對對對 對啊 好 那 不過好奇 為什麼要叫做誠實桃海人 就是 這個品牌的由來是什麼 就是因為那時候創立這個品牌 那時候是疫情 期間 對對對 然後想說 還有就是周星馳嘛對不對 誠實豆沙包 就叫誠實桃海人 大概是這樣 然後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買到 物有所值的商品吧 物有所值 我們不要物操所值 物有所值就可以了 就是 我懂 等於說誠實是你 算是你的品牌的宗旨 誒 沒錯 沒錯 就是誒 說聲音要誠實 誒 是的 是 那不過 我坦白說我覺得 因為就家裡在做這個生意 對 那你等於是 算是二代 然後自己創立品牌 這個中間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中間喔 比如說爸爸會不會不認同 這個品牌裡面 一開始會 會不會溝通上有一些困難 對 就是一開始會小摩擦 但是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 我不跟他要錢就可以了 後來就是都 我懂 不要靠家裡就對了 對 比如說跟銀行貸款 什麼的 反正就是都自己來 就是他也不會管 自己的錢怎麼花 自己處理 是 大概是這樣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困難嗎 你是說 創這個品牌 剛開始嗎 是 就是一開始 擴張得太大 就是突然 營業額變得很高 對 然後 你可能一開始 你沒有想過說 他會 這麼短的時間內 然後營業額這麼的高 所以說你沒有預測嘛 所以說 你一開始就是 比如說租廠房啊 還是請人啊 就是一下子就不夠用 一下子就不夠用 沒有想到 會擴張這麼快 對 然後但是一開始你 抓的毛利也很差 等於是每個月都在賠錢 看起來生意很好 但其實你沒有賺到錢 對 每個月就是在軋現金 幾乎是這樣 一開始 對 應該是說創業的初期 可能什麼都還不懂 什麼都自己來 對對對 什麼都不懂 所以等於沒有想到擴張這麼快 本來租一個廠房 後來又要換 又要換更大 押金又被咬中 是 然後呢 也不知道怎麼算毛利率 所以變成說 雖然生意很好很忙 但是其實沒有賺到 利潤沒有太多 對 基本上是賠錢 真的喔 基本上算是賠錢 算是賠錢 算賠錢 一開始 對 那後來是你怎麼樣 後來你怎麼去知道 調整這個毛利率 就是後來就是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本來是有玩民宿 就是有在開民宿 對 那民宿的成本很簡單嘛 就是房租跟備品 還有 員工 對 然後就基本的水電 所以說 大頭是房租 對 可是現在大頭變成是 商品 就是庫存 對 我們就是重新抓毛利 就是比如說我的毛利 我的商品毛利要多少 然後我的基本開銷要幾% 大概是這樣 然後慢慢抓出來 就是也是要每個月去做測試 喔 對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自己是要怎麼去抓自己的毛利 對對對 是 好 那賞一那你們 誠實桃海人這個品牌 你最當初你的品牌理念是什麼 品牌理念就是 因為 就是 因為這東西是 其實我以前讀書的時候都想做了 但是因為後來看到很多那種就是 電視報導 有時候在報導那個 食安風暴什麼的有沒有 對對對 然後我就加深了說我一定要做這個 水產啊 冷凍食品 這個 這個生意 的一個 發想 那就是誠實嘛 我們就是做生意就是要老實 我覺得這個就是小時候 爸爸媽媽 應該每個人的爸媽都會教這個 就是 做生意要老實啊 做人要老實 對對做人要老實 要實在 對 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市售很多商品 嗯 就是 將海鮮來說 對 可能你賣一百塊 他要賣兩百塊 嗯 可是在你一個消費者眼裡看起來是一樣的 嗯 那為什麼他可以賣一百 他要賣兩百 對 對那我們只是讓 讓 讓他 這個 產品的 價值 回歸到 正常的一個 行情 還是 水準 喔 對我們也不要高 但是也不要說 銷價競爭低 這樣子 喔 你是說讓這個 商品的價值回歸到正常 對對對 對對對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對對對 就是不要銷價競爭 但是也不要說好像 把消費者當冤大頭一樣 嗯 在 在削 大概是這樣子 我懂啦就是 應該這樣講 應該我覺得一個品牌 如果說你想要 做得長久 遠遠有長 永遠有 套套不決的客戶 就是要誠實 對 而且就像你說的 你歷經很多三次的這個食安的風暴 對 其實做吃的是一個 吃的是一個良心事業 對 要吃下肚子的 一定是要夠良心 嗯 對你不能去為了利潤 然後做一些黑心的商品 沒錯沒錯 是 好 那坦白說 因為你說做海鮮做水產 其實台灣還蠻多的 對 超級多 超級多 包括直播賣海鮮的也很多 對 那你覺得 你們城市桃海人 你們這個品牌 跟外面品牌不一樣特色在哪裡 就是 因為我們一開始 就是很小一間嘛 對 剛出來 我們就是也沒有做很久 所以說我們能 差異性 我們能比別人 跟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就是在運費上面做琢磨 就是免運這樣 是 服務 對 在當時在剛做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還在 可能2500免運 甚至 比較低的可能1500 那我們就是一個999免運 是 對 免運費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在那個時候 我說就是我那時候剛做 那個環境 因為現在環境已經不太一樣了 我們那時候環境是 比如說做直播的 他可能今天跟他買 真的是兩個禮拜後才會到貨 要這麼久 對 要這麼久 但是我們一開始做就是 因為我們生意 就是一開始做就是沒什麼生意 所以有人來 但是我們這個 習慣維持到今天 你下單 我一定要隔天 最慢就是 兩天內 一定要出去 我懂我懂 就是你們從一開始 雖然說你們一開始 品牌比較小 生意沒那麼好 但是你們到現在 都維持這樣的服務品質 就是 只要你要下單 大概一兩天天就要出貨了 是的 然後我們還做了一個 最貼心的服務是這個 就是 因為我們是寄那種冷凍物流 那冷凍物流都會有一張單字 常溫的也會有 然後我們在寄出之前 我們會做這個動作 就是我們會先拍照 然後當下就傳給客人 你的商品 今天幫你寄出了 讓他知道說你已經寄了 對 讓他知道已經讓他安心 因為 可能他 有消費者在擠 然後因為現在網路是很多那種詐騙 搞不好他第一次跟我買 他可能覺得我是詐騙 所以我們要讓他放心 就是這東西已經寄出了 是 因為他上面都有訂單號碼 然後我們下面還會附一個網址 然後那個網址就是 物流查詢的 就可以查到你的貨在哪裡 對你就直接點那個網址 對 對點那個網址輸入你這一筆的單號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貨現在在哪邊 大概是這樣 那也是證明我們真的是幫你寄出去了 所以你們的 你們最大不一樣就是你們的服務 很貼心 比如說你們999就免運了 一邊便宜 然後再來就是 你們會讓客人安心 欸我寄出之前 會先拍照給你 那你知道說你的貨已經寄出去了 是的是 那時候999現在已經變799米運 現在是799 現在更便宜 對更低了沒有辦法 是是是 對 那他除了這個還有比較特別的服務嗎 喔今年啦 因為我們今年也有 因為我 算是結婚不久 跟老婆小朋友住 也是 本來還有爸爸媽媽跟 就是家人住一起這樣 然後突然變成一個小家庭 然後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市售很多商品都是那種 大包裝的 一公斤裝的 對對對 然後那東西根本就吃不完 那吃不完放冰箱 然後可能會放到旺季 對 過期了 過期了 或者有冰箱味 那種可能也不吃了 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 今年開始就都 有在做小包裝 就是可能一餐吃的晚的量 開發那種小家庭的小包裝 對對對 然後吃完再訂 就永遠都吃到新鮮的 對 而且我們799免運 那你可能 你的 你買東西又可以多 就是商品多樣化 但是你的份量又剛好 一餐一餐一餐 吃的晚 吃的晚不要浪費 對 大概是這樣 就是你們 你們的服務 就是考慮到消費者的一些 食用的習慣啊 購買的習慣 對對對 然後就是比較貼心 會讓他們知道 是的 那賞雲 那有沒有 客人 吃了你們家的那個產品 他的反覆 你覺得很有成就感 對 有的一開始就有了 就是他講說很貼心 就是 出貨錢還會傳這個 傳這個 他說他買了網購買了五六年 沒有遇過這種 因為現在一般比如說你 Saven什麼 他通常都是到貨 才會簡訊通知 對對對 但是沒有人出貨錢告訴你 對我們是出貨錢 就跟你講出貨 因為我曾經有遇過這種狀況是 他可能是 你跟他買東西 你要先匯款 或者是你要先刷卡 對 那你會擠嗎 因為你已經付錢了 你會擠 他是騙人的 或者是他到底什麼時候要把貨給我 對 對 所以你會一直問他 那對方可能不回 是很多 因為 我懂 對啊 那我們後來就乾脆就是 那消費者放心 對我們出貨錢 我們就給你這個單號 你自己去查詢 你不會查 你再跟我講 我再幫你做 是 好 那你們稱之濤人 因為三年多 這個品牌算還蠻新的 一定會有很多的規劃 有沒有未來的一個短中長期的計畫 有 今年就短期 就是 希望可以讓大家都認識我們 所以我們今年也嘗試了直播 嗯 然後還有一些 專影音 就是自媒體的部分 是 對對對 讓大家認識我們 這樣子 然後如果是中期的話 就是可能就是 想要開一間實體門市 嗯 其實網路是這樣 網路是 其實就是要讓大家有那種信任感 對 那如果我有一間實體門市 我覺得這個會更 更緊密 就是大家的關係會更緊密一點 我覺得是這樣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長期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做這種網路的 其實就是選品 就是選品 就是一個選品 那我們也想要自己開發自己的食品 喔 等說你們有自己品牌的商品 對對對 這是長期的 長期的規劃 對對對 現在就是有在研發 但是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辦法拿出來跟大家見面 就是時間還沒有成熟 對對對 過一段時間 遲一程的就跟大家見面 是的 那長期因為現在 坦白說現在很多年輕人 對創業都可能跟你一樣 有那個熱情啊 有那個想法 那如果說他們真的想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我覺得就是 一開始要有明確的規劃 對 不管說你是要 獨資 或者是要跟朋友 合夥 嗯 就是一開始這個要很明確 對 那如果是獨資的話就是 你要確定你真的 其實創業其實是一種熱情 我覺得 沒錯你要有熱誠 你沒有熱誠你就會沒辦法創業 對對對 你要喜歡他 你如果只是喜歡賺錢 你去賣保險就好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你一定要真的要很愛他 你才有辦法就是在 你可能 你在賠錢 但是你還是願意走下去 嗯 我懂我懂 那當然規劃一定要有 是 應該說創業本來就是要有熱情 如果你對你創的這個行業 你不夠有熱情 你不夠熱愛他 你很容易被一些 就像你講的 你可能碰到一點點的困難挫折 你就想放棄了 對對對 你要夠有熱情 即便我現在目前 可能還沒有看到成效 還沒有開始賺錢 但是你願意給人家時間 你願意繼續支持下去 這個才是創業最根本的 對 沒錯 最需要的 就是歸代堅持 對 歸代堅持 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陳子桃海人的負責人 趙賞義 來接受專訪 謝謝賞義這麼精彩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